印光祖师有提到 修行首先要建立正知见 你建立了正知见 你就懂得去判断境界 但是知见的见立 那你得依止一个善知识 从明师受见 你接受他的教诲 一般来讲说五年学界 你真正专注听老师五年的教诲 那当然听了之后也有去做 解行也要相应才能提升 那你会了解 三知识怎么把佛陀这些教诲 他怎么用在生活工作 处事带人接物当中 你就能去判断 那自己算比较幸运 有一点lucky 因为台湾佛教的弘扬算是蛮普遍的 那刚好陈德就是接受到老和尚的经教 就一直听老和尚讲经 听差不多五年 五年之后 刚好有姻缘就去了海口 那也面对大众问一些问题 但是因为五年都听老和尚讲经 就他怎么问 很自然就会想起老和尚的教导 这样在境界里面 就有善知识的这种思想体系 在判断 是非善恶 邪正 厉害 甚至于考虑流避问题 这些 就是我们所建议的 跟着善知识 这个善知识名师 修行的过来的 明白的老师 所以 自己还没有明白 不能打肿脸充胖子 所以这个李炳南老师 能开三个条件 那是他是过来人 他能开这个 我们自己每天 动不动还发脾气 突然遇到有人信任 好 你守我三个条件 这个就危险了 好 那比方说 你现在觉得自己 心很烦 你有没有提起 观心为要 对呀 老和尚说的 而且这个是张家大师 教给他 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 你刚刚提到了 我很烦 你有没有观到 这个烦是一个果相 你因为什么产生烦 有些人急了 容易烦 有些人 人事分杂 他想不通 会烦 这个都可以对应 你看到了这个心 偏在哪了 要转念 那当然 您现在遇到的情况 很正常 包含我 这些过程 我现在有时候 也会很烦 只是不能 那个时间脱胎久 这个我是 烦没有让你们看出来 这个可能是因为 我坐在这里 这里有 所有老和尚的老师 还有韩管长护法 还有老和尚的母亲 那我们也 把老和尚的 法相要装上去 老和尚要装正中间 老和尚是我们 医职的老师 那这样的氛围 你不容易 起烦 可能我身边的人 常常 法师皱眉头 他们可能就会看到 但是自己也一直在 期许自己 我们是跟着老和尚 老和尚是学华言的 事事无碍 常常提醒自己 事事无碍 随缘妙用 自己的心有没有动了 然后平常要 佛号能提起 要尽量提得起来 所以观心为要 我们修行不能着急的 都有一个过程 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的过程 所以微学第一功夫 要想得浮躁之气定下来 所以修行真的是改革性 急你要缓下来 不能着急 安住当下 用对心 有时候我们的性格 容易往负面去想 这个要改 要转成 都是正面面对 事事是好事 转烦恼为菩提 化为基为转基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 善才童子 所有的人都是老师 今天我遇到这个人 这个事 他是在提醒我 我要放下什么 他出现了 我有烦恼了 他告诉我 我有这些烦恼 我谢谢他的提醒 我来放下他 往内了 你往外 想这个人 想这个事 就越延伸出 烦恼出来 所以 文 反文 文字性 这个又跟知见有关了 见地正知见了 老师说 佛法是内学 往内 那包含 我们现在 观心围要 观自己的心念 要观的 深入 从心缘引微处 默默洗地 观照要深 那比方说 我们在听法的时候 不要产生 用法去要求别人的心念 老和尚说 要平整 怎么不平整 不是这个现象 让我们烦恼的 是我们产生了 要求 要平整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人者心动 所以人的平整 在哪里修 在不平等当中 你看到了不平等 更告诉你 我要把平等做出来 你马上那个烦恼就转掉了 是吧 你看到有人不平等了 我做平等给人家看 我们就不会 陷在那个 看到不平等的痛苦里面去了 而 这个 老和尚有讲到了 其实也是 佛陀在表演给我们看 但是你不能要求 每个人都要看懂 要要求自己看懂 这就是中述之道 言语立即 要求我看懂 别人没看懂 能包容 能理解 这样会减少很多烦恼 佛表演什么 派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智慧第一 跟射立佛 目前年的大 这些大比丘 一起去见 唯摩姐居士 他们见到 唯摩姐居士 顶礼三拜 又绕三叉 在家人 可是他是佛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你看这些表演 让我们不能在出家 在家的像当中 产生分别 是吧 所以普贤行 第一个是礼敬诸佛 都要恭敬 那我们出家人 出了家也有敬远考试 出了家 别人一恭敬 注释三宝一恭敬 我们起我们高了 那我们我自己就在这个静缘 可能会生慢心 生烦恼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静缘的考试 我们都拉回来提醒自己就对了 但是老和尚这个法法 我们要圆融去听 老和尚有讲出家人是注释三宝 他发这个心 出家生活 也有出家生活的考验 但是他有这个心发出来 这一念心值得我们恭敬 而且他献这个身相 也是提醒我们 六根清静 要求清静心 那注释三宝 也是在提醒我们 要回归自性三宝 我们在因缘当中 我们有老和尚的教诲去判断 判断了我们不生烦恼 判断了让我们经一世 长一致 我们看到不平等 变成怨立了 我能做出在家庭 在团体里面平等 那你所有这些烦恼 就变怨立了 变菩提了 所以我们修学要会转 那出发心要保持 本来就不容易了 佛也说出发心 成佛有余 能保持住成佛有余 那怎么保持呢 那劝发菩提经文 很值得我们多学习 老和尚也说了 我们要把老和尚这些心法 放在心上用出来 老和尚说他这一生的成就 当然老和尚讲的是说 我这一生有这么一点成就 老和尚你看这言语里面 都是我们的学处 就是念念不忘 孝勤尊师 这个出发心就能保持 一念父母 念师长恩 就是菩提心了 就真心了 不会有忘心 掺杂进来 所以你在面对很多静缘 我们要关心我要看到烦恼的时候 我们就会 能判断到 比方 我们念众生恩比较不足 比方说你跟这个人交往 神烦恼 很可能是我们没有念他的付出 他的好 反而是把他你觉得 他的言行你哪里不认可的 一直放在心上 你对他就不容易真诚了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卷发菩提经文 那是我们第十一组 行案大师留出来了 你所有的烦恼 在他短短的这一段开始里 都有答案 但是要真的把他学深入了 这些念恩心啊 能起来 我们就不容易落在烦恼 而这个非常关键在哪呢 当你跟对方相处 你生烦恼啊 就会烦恼互相招感 你念恩啊 而且你保持念恩心了 就把对方的善根开始带动 比方说他确实有错 你又不放心上 然后你又念他的好 他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们不能带动对方啊 还是我们的真诚心啊 念恩望远不够 所以我们要培养一个 经一世长一世的态度 不要经了一件事啊 反而又气馁了 又负面情绪了 我们要学会经一世 长一个人生的见识 长一个修行的经验 让我们更会用功 更会转自己的念 这样就好 好 那个多伦多已经超过十一点 这个要赶紧休息了 好 好 好